新北市长朱立伦要求相关局处提供住宅补贴时 应该以原住民为优先 不过族人反映 申请租屋补贴难上加难 双北房屋租金高 政府租屋补贴多少可以减轻经济负担 像新北市租屋补贴金额 每户每个月3600元 台北市则是每户4000元 不过由于租屋补贴必须由房东提供收据 由房东因为怕被课税而不愿出具证明 造成房客无法申请租金补贴 造成许多人根本申请不到 从新北市政府统计数据来看 101年到103年 每年核定500件到700件 原住民租屋补助案件比例仍然很低 不仅房东怕课税 不跟房客签订租赁契约书 或是族人承租违章建筑等 如何根本解决 原民局长杨行颖认为 就是要协助族人找到合法成租住宅之外 房东心态更是关键 中央可能要去研定法令 那对于爱心房东 愿意成租给弱势户的 在任何的税收上是不是可以有 优惠或减免的这个机会 组五补贴利益良好 但是多年来造成移居都市的原住民族人 因为难申请最后只好放弃权益 如何解决刻不容缓 居然算得旧新北市淡水采访不到